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交通方式因为首都机场离市区很近 主要是利用路运的两条高速公路和机场大巴为主 除了这些交通方式以外 如果对地铁比较喜好的民族 也可以选择搭乘机场地铁快线 北京大兴机场虽然离市区较远 但是呢成为中国第二门 不当然不能不方便 综合补重量等级机场快线的交通通话 让你也可以快速到达市区 接下来是足球三的比较 北京大兴机场可说是世界最大单体机场 面积达到128个足球场 103万平方公尺 最厉害的是无助之设计 可说是世界建筑奇迹 机场十分智能 并且在2020年会达到目标4500万人自吞吐量的目标 首都国际机场目前大小比大兴机场小三倍 大约是33万平方公尺 因为机场吞吐量已经超过当初的设计 机场时间带十分饱和 也是盖大兴机场的主要原因 目前是世界客运吞吐量第二大的机场 仅次于美国亚特兰大的 Hartsfield Jackson Atlanta机场 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首都机场的飞机吧 在未来为了分散首都机场的 此刻流量 首都机场将会以中国国际航空为首的 星空联盟成员为主 待在首都机场继续为旅客服务 大兴国际机场将会有从南院机场 前过来的中国联合航空 还有海南航空集团 中国东方航空 中国南方星空为主的中国航空营运 也有部分还与一家成员 芬兰航空及英国航空加入营运